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大家繼續收看Pokemon Wi-Fi Battle 我們今次會繼續用這個沙隊 希望可以和大家展露多一點這隻沙隊的可取之處 這隊主要是比較上在 Team Preview 使用哪隻精靈的時候 就會非常影響到你的勝負 大家看到了 對手是一隊Chill Room 其實這些被動 第一回合沒什麼影響性 我們一個雙沙隊可以對對手做到一個很強大的影響 除此之外我們會看到太陽衣貝 電龍這些 其實可以靠劍鬼和精靈菇做這個應對 阻止去希空上的情況 因為始終他們 她 瑪利努麗和精靈菇都屬於 我這一隊是希空上的應對 那對手可能會變成信封 那不要緊的 我們很高速地解決了對手的信封精靈就沒問題了 始終非常之強勢的 逐於兩隻高速的雙岩斌來說 因為真的超高速 用這個地鼠 加上班加拉去高速的 本系的岩斌 可以增大了 令對手膽怯的機率 所以 非常之優秀的 那對手都成功動到 吃了兩次的岩斌之後 成功1 hit KO了我們的 瑪利努麗 不過不要緊的 始終我們剛剛那個回合已經賺到非常之多了 這個時候可以派出精靈菇來煙制對手的馬利努麗 情況又不同了 我看到對手原來是 一個立方獸2號 立方獸2號 通常會放出希空來控制速度 或者電磁波 我們馬上來一個拋子來阻撞她 我們一個降頭 應該沒有問題可以成功把瑪利努麗收頭 反而對手用冷凍光束 可能想阻止我們用草系的招式來對付她的 賣掉禮努麗 不過當然不是 我們是選擇阻止她開放希空的 因為開放希空對我們現在這麼高速的地鼠來說 是非常之大影響 因為現在地鼠是有280左右的速度 我想對手最後的精靈是這個癲狼 比較不怕的 我比較想用地震 老實說 這個劍鬼 不要緊 只要震 好嗎 槍牠是王 救命 我們現在是一個比較優勢的地方 做一些蠢的事 那未必是蠢的 可能可以一擊秒殺到對手 好高傷害呀 好高傷害呀 好吧 那我們 我們劍鬼先用一個保護 繼續地震 最重要不要讓對手的立方二獸耳開到稀空 因為如果讓對手開到稀空其實非常之麻煩 始終剛剛立方獸耳是快過我們的精靈菇 其實如果在稀空後我們不怕對手的立方獸耳 不過就會非常之怕對手的電龍 有電龍在稀空後屬於硬又高速又夠慢 是一個很優秀的稀空精靈之一 不過相比起火陀和其他樹的精靈 有些順色 不要緊我們已經踏了很基本的勝利之路 因為始終對手沒有辦法放到稀空 對手的電龍一定是動不了的 我們可以用影子球來攻擊對手的電龍 對手超慢的電龍 所以他一定會比我們的劍鬼更慢 加上我們可以高速處理對手的 防守耳 防止對手稀空 因為對手很明顯在嘗試盡量保護 然後防稀空 我們是不會給這個機會倒對手 所以應該羽毛依惡 就不可能拿不到這場遊戲的勝利 因為稀空隊對於這個稀空 稀空這個性能是非常之依賴的 正如剛剛 上一集應該會說過 有一件事對於勝利條件的事情 對於... 收到Skype 好,我們現在繼續來打第二場 我們剛剛收到這個朋友Skype 他會一起參加我們這個遊戲中的Gameplay 首先把畫面交給你的朋友 等一下,我要開你的直播出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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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算用什麼? 我打算用Skype的畫面交給你 哦...好啊 你的鏡頭也OK 你開一下 好,那我們現在... 嘗試交給你 我們先回走 好,見到了 見到 好,那我們可以一起參加這個遊戲 一起參加 一起...一起...一起...一起打 一起打 OK 完場了,耶! Mega電龍我剛剛打 你剛才打什麼? Mega電龍 Mega電龍 Mega電龍,OK 然後... 然後... 他的順風又不給他順風 他是稀空又不給稀空的輸 然後打贏了 嗯... 什麼呢? 玩一隊... 巨金風火隊 你看過我的紀錄? 什麼?他有多少分? 今次這個 對手 對手 對手16多 16多 16多 嗯...嗯... 又是地狗路頭 很多地狗路頭 玩身這一隊都 嗯... 對手17多 想說呢 我覺得... 啊... 那3個核心帶了 然後有一隻可以 去... counter study 就會很厲害 可以組合 喔...我覺得... 這隊真的不夠 counter study 啊... 哦是呀,但是你帶三隻出去 就是暴泳園,然後沙隊兩隻 然後可能最後帶一隻,買到你 這樣已經很好抽了,我覺得 不如手法買到暴泳園吧 後面放了兩隻沙在裡面,怎麼看? 因為都是換來換去而已 他應該手法多 他的手法會怎樣做呢? 我覺得他有可能會放雷鳥在頭順風 就可以無視你風沙的速度優勢 這個可能是其中一點 如果要避免這個情況,真的要雙沙打他 我覺得你雙沙了,然後你血液和瑪莉 你兩隻都是內狗向 血液雖然不是很內狗向,但是也是很... 我不是背心的,我的背心是走飛豬遊的 你走懶人樓的 你真是肚皮 很肚皮啊 沒有...不夠PP 我...不想打 你用瑪莉是不是好很多 即是我說背心 不好意思 瑪莉背心會好很多 感覺真的... 我這集沒設畫 我這兩集 拍了兩集,這是第二集 但沒有設畫質 沒有設高 畫質 之前開實況 開直播呢,搞低了畫質 133...360 先把他射回 OK喔 這樣畫質 OK啊 冰拳...冰拳保護怎麼看? 冰拳降頭 我不管他右邊的隻 想著 你不理他,我覺得他會... 他會...他會... 好打喔 我覺得... 剛剛才對面威嚇了 你才封三 對面就是速轉 對面的地點 即是他比你一班拉快的 是啊 那即是他很有很有機會 一下鎖力氣 就載你一班拉 然後旁邊那隻就... 因為你威嚇減1 你龍頭 你一血斤 一血斤 傷害都不是很高 好 但很難換走 我覺得斑吉拉的位置 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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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血液 我覺得 一換血液地震 就... 就沒那麼虧 對啦 換血液地震 但如果對手保護地震呢? 麻煩 應該... 沒什麼可能對面是速轉 他不想運死自己的巨金 OK 對... 對... 因為剛剛就是速轉 斑吉拉的速轉 有個好處就是 可以... 知道對面的速度 很多時候 嗯... 對手換走 好... 應該是雷鳥吧 當然是雷鳥 對... 好多地點地震 不要緊啦 不是... 雷鳥不是不可以閃光的嗎? 蛤? 雷鳥是閃光的 為甚麼? 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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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獸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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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笑喔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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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手聖兵 我真是GG 是呀 相反正我還沒想到這隊的怎麼打爹 我是剛剛應該是兵權 呃... 打爹已經很害怕他會... 唉 拼一拼 因為始終他第0 是束磚的話 他有束磚,他可能會砸你的龍頭保護性 然後換走 不用拼一拼 我選了,沒時間了 我沒有換掉了 我們沒有負荷了 我起碼用暴龍換掉他的地狗 我覺得優先敵人是先打死地靈 閃光雷鳥啊 為什麼捉不到呢? 鎖閃光的雷鳥 神經病 不死的 不死的 不死嗎? 很正常嗎? 不死很正常 我死不行 為什麼我不可以死? 有風沙死了 我想我死而已 不死啊 不死啊 我死就好 我死就可以雙銀奔車過去 我不死我不可以雙銀奔車過去 我快過去 沒問題嗎 對呀 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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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隻應該是內狗順風 龍星群應該爆死他 哎呀 什麼 真的嗎? 哇 物理 物理那顆石 有九顆 那顆果實 對面用這個其實很厲害 因為很多 雷鳥多數是用那個 蛤 蛤 死不死呢 哇 一滴月了 神風神風神風 神兵啊 有你了 不要緊他 他什麼 很漂亮啊 但他死了 雷鳥也死了 風沙 雖然你也死了 今天二打二 現在拉上去 但沒了 沒了 沒了龍頭啊 真是 真是 有點不開心 我沒了龍頭 我秒不到對手 居金 如果你的龍頭 用命動就不錯 我覺得 不是 可以很安定 很多情況很容易死 我覺得龍頭 我覺得龍頭 繁交巨金 對手的隊 很閃啊 經常閃的 啊 GG 等一下 這個呢 其實 比較 很奇怪 瑪莉 應該比龍頭快 有的嘛 呃 什麼 老頭 不是 他 Marsh Punch 打死我嘛 不會不會不會 Marsh Punch 不會一次KO的 不會不會不會 除非命動那些 配置的 我覺得你可以試一下 所以噴射我的巨金道 然後再露氣一下 打我的巨金道 唯有這樣啦 唯有這樣啦 不然就輸了 你要搏他Marsh Punch 呃 不死這個 還要搏不死啦 因為我中過Marsh Punch 是死的 不知道是不是鐵拳特性啦 我 正常不會鐵拳特性的嘛 喔 噢 噢 噢 不 沒事了 先進去 加油啊 他這麼怪 頂住 頂住 死了啊 沒有啊 沒有啊 嘩 還要命了 那一定死了 那沒辦法啦 沒有啊沒有啊 G GG 我的對手 除了閃光雷鳥 其實都玩得不錯 都猜到是聖兵的啦 關人的閃光雷鳥 有什麼事呢 實力就是實力 人家第一聽地震 嘩 多漂亮啊 嗯 如果看到地靈的話 你下次可以試試 草菇瑪莉 這兩個組 草菇瑪莉 草菇瑪莉 也是啊 兔皮帽 可以 這個組合比較 啊啊啊啊 Counter的地靈 Counter他那個是什麼嘛 最主要是 我覺得他會U-turn 我覺得他會 他U-turn不要緊的 你加6 他好主要頂住 譬如剛才好像他那隊 那他沒有東西可以 直接頂住 加6的 水運 水加妖精 這兩招 其他一招 謝謝 好啦 我們今集 暫時來到這裡 我們下集見 拜拜 拜拜